女生的子宮頸 那陰到男生的陰莖 然後搞完肛門 都可以預防了 哈囉大家好 那我拍這支影片呢 是想要快速的講解什麼是 酒駕疫苗 那其實蠻多人會私訊問我的 那我在這邊就有我的理解認知 然後或許比較不專業 所以請大家多多包涵 酒駕疫苗它主要呢 就可以預防我們的性病 所謂的性病的產生呢 是因為有HPV病毒 那它目前已經研發到 可以預防九種的HPV病毒 那HPV病毒呢 會導致癌症的產生 那呢 輕微的話呢 也有像是 我們大家所知道的菜花 現在呢 因為性行為非常的多樣化 也非常非常多種做法 那他們已經研發到 像是我們的口腔 我們的嬰猴 那下半身的話呢 女生的子宮頸 那嬰到男生的嬰睛 然後搞完肛門 都可以預防了 是不是非常厲害呢 因為呢 HPV病毒呢 它的感染風險其實 非常的高 因為只要有性行為 就會有感染的機會 甚至是 如果你拿著上面有HPV病毒的玩具 然後侵入到你的口腔或體內 都會造成感染 那有些人會說 自己是單一性伴侶很安全 錯 單一性伴侶呢 也有六成以上的機率 是會感染的 所以大家絕對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它會漸著我們的黏膜或皮膚造成感染 其實國中以上有 有性生活的人 都可以去施打這款疫苗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人類的福音 因為保護自己 然後也保護另外一半 你還可以好好的享受性行為 這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情 是吧 所以大家真的要西家貸券 趕快去施打這款疫苗 那它現在的話 一針的價格大概是 五千五到六千不等 那總共會要分三次打完 那現在已經有公告說 很多醫院或診所 都有在施打這個服務 所以說那個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自己家裡有沒有 附近的診所有在施打的 這款疫苗呢 它不能說完全的免疫 因為他們這款研發 才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沒有辦法說是終身免疫 但目前他們的結論是 可以長達12年的抗體 所以我覺得已經算是 非常非常值得的 大家趕快趕快 真的趕快去 真的非常的厲害喔